您好 欢迎收看7月20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卢宇慧 光复乡泰巴朗既是广场部落驿站开工典礼 7月20号上午圣诞举行 由人民主委员会的主委一将拔洛尔 还有华联建长徐中卫 以及部落的头目春天长 还有光复乡长等贵宾都共襄盛举 光复乡泰巴朗既是广场部落驿站建构工程开工典礼 全是用阿美族的仪式 接着是动土开工仪式 场面相当隆重圣诞 无聊促进光复乡泰巴朗部落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 巡政院及原民会核定泰巴朗祭祀广场部落驿站建构计划 总计1亿3,235万元 兴建跳舞祭祀广场 文物特展馆 部落青年会所 厨房仓库等等 第三家做什么 青年会所 这个费用呢 我们在今年初 一月就核定了 多少 7000多万 谢谢 所以加起来 总共1亿3千多万 哇 这都是我们的立委议员 还有县务团队 一起共同 跟中央争取的很重要的预算 县长徐正位也到场 清零现场一一向大家至上感谢 县政府已经完成停车场 排雪系统 环机美化 这次是要新建太巴朗文物特展室 展示空间 会议室等等的设备 尤其是盖好了要做什么呢 当然要繁荣我们的太巴朗部落 当然要让我们美好的文化 能够代代相传 能够在太巴朗这里 能够让他养名国际 让他布施到我们的全国 所以在这里 真伟要谢谢一将 我们的这个一将主委 无论是在三期的权力来支持 或者是在我们二期计划的 变更的时候 不断的以包容 等待 耐心 来跟我们一起走 一将主委强调 这个计划第一期1800万元 完成跳舞祭祀广场 现在正在执行第二期4000万元 预定完成文物特展馆 第三期7430万元完成全部工程 未来太巴朗祭祀广场将成为 部落最佳的丰年季活动场地 传承部落文化 发展部落产业 并且可以串联带动光复乡 与花莲县观光旅游与产业发展 记者高双双光复乡采访报道